哈喽大家好 那我过去曾经教各位如何制作 宝特瓶自动浇花器 那就像这个样子嘛 那我们取一个宝特瓶 然后剪一个水管 然后这个下面跟他烤一下弄尖的 在上面挖个洞 这样我们就可以插到这个花盆来浇花 那当然在这个上面还要加一些水嘛 那一般来讲他这个制作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口 这个尖端归尖端做嘛 然后这边用这个日溶胶粘起来嘛 那感觉上是有点复杂 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那我们这边有钻洞 然后这个水就从这边流出来嘛 那如果说做一两个可能也还OK啦 那如果数量大的时候确实有比较麻烦 像我本人在用就用掉大概40个左右 那就很累了 要做那么多蛮累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厂商也是有已经商品化的一个模组 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绿的 有蓝的 这个 这个口径大概三公分 然后这个高度呢 13公分 那它上面有一些凹槽 这边有一条凹槽 这边有一条凹槽 有几条凹槽吗 四条凹槽 那这个凹槽就是方便我们在上面打洞用的啦 那一般来讲 它这个就是说在底部两公分的时候 在底部两公分的地方打一个洞 然后从两公分算上来三公分的地方再打一个洞 这个是出水孔 第二个洞是这个进气孔 这样子 那由于呢 它这个东西可以直接锁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保特瓶上面 那当然国内的保特瓶 这个口径有一些差异啦 那像目前这种口径比较小的 就这个是OK的 但也是有一种口径稍微大一点点那个就不行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要稍微挑选一下 这个口径比较小一点的这个保特瓶 那像像这种密封的保特瓶的话 你这个把它整个摘到这个土壤里面的时候 它出水很缓慢 所以它因为它有一个大气压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个吸力 不会这个水一股脑的全部跟你倒掉这样子啦 所以你如果说比较长时间的话 当然是用这种密封的 有气压的一个抵抗的比较好 像这个切口 把这个口部切开的 它就水流量会比较迅速一点 就是比较没办法持续那么多天啊 那我这边有一个 这个我已经稍微跟大家打个孔了嘛 我们来打给各位看好了 你去这个底部这边差不多两公分嘛 这个这个位置 就挖一个洞 将来水就会从那边出来 那在三公分的地方 再打一个孔 那你可以用那个大头针啊 或是这种锥子啊 我烤一下都OK的 好 这个气孔啊 这是出水孔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的植物如果耗水量大的话 你可以多打一两个孔也无所谓了 那如果 如果把这个孔打好以后 就把这个锁剪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摘到这个花盆上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是密闭的 所以它水往下掉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大气压力 会把水拉住就对了 那除了说这个土壤很干 那个才会渗透下去嘛 那当然你如果孔打的比较多 那又另当别论了 那就看你的需求啦 那像我每天在浇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都把上面直接切掉 要加水比较方便 那不然你看你有三四十个这个保特瓶 全部要搬搬回来加水 然后再摘下去 这个每天这样搞可能很累啊 所以呢 我一般都是把它切开 直接用水 用那个浇花水枪 直接跟它灌水 这样就比较快 那当然有利有弊啦 因为你如果要长时间的话 恐怕就不能用我现在讲的这种方式 因为那个因为没有大气的负压嘛 所以那一下子就水很快流完 那他这个东西大概包装是像这样子的 这个一包里面有四个 四个 那后面这个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 那各位如果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话 你可以到露天拍卖去搜寻这个代号PA326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了 那以上呢是为您介绍这个保特瓶自动浇花器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加以利用一下 会带给各位学习的方便 那你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